深毒一分钟,你的健康深毒管 龚小斌主任医师,京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,消化内科 啥是肝硬化? 肝硬化是由一种或多种原因引起的 以肝组织弥漫性纤维化 再生结结和甲小叶形成为组织学特征的进行性慢性肝病 我国有超过700万的肝硬化患者 其中病毒性肝硬化约占70% 酒精性肝硬化约占20% 肝硬化早期大多没有症状或症状轻 消化不良,消瘦,华丽,黄胆,蜘蛛痣,肝掌,易出血 腹水是肝硬化的典型症状 激素带性紊乱也是肝硬化的常见症状 男性患者会表现为性欲减退,膏丸萎缩及乳房发育等 女性患者表现为月经失调,必经和不孕等 肝硬化如果不好好控制 会引起消化到大出血,肝性脑病,肝癌等严重并发症 随便碰上一个都有性命之忧 肝硬化是一种不可逆的慢性疾病 一旦被它缠上,只能通过治疗延缓肝硬化的进展 要是发展到晚期,就只能以救换心了 肝移植就成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身独是个宝,常看身体好